哈喽大家好,我是李飞白 大家都知道,最近A姬输的比赛有点多 有很多愤怒的粉丝 却把矛头指向了TTG的前教练 说他干扰了A姬的赛讯 给A姬老总提了换人建议 才导致比赛连败 现在Love City直接把网友喷他的记录发了出来 并表示A姬的连败与自己无关 这件事的起因其实要追溯到之前 A姬的老总曾经问过他 对于现在的A姬有什么建议 他就向老总提议换一下中府事事 结果换上九成和艾斯之后就开始连败了 这个成绩连竞技后赛都难 粉丝们当然不愿意 所以就把矛头指向了他 其实这根本就不能怪他 A姬明明有自己的教练组 老总出来询问别人 只是听个想法 换人的决定还是他们自己内部做的 如果一个外人真的难干扰到赛讯 那他们内部恐怕是出了一些问题的 作为职业战队 说比赛这种事情大家都不想 部分不理智的粉丝 还是不要到处去喷人了 与其怪着怪那 不如提高队员的实力 努力打好下一场比赛才是最好的事情 小伙伴们如何看待粉丝去喷踢踢踢前教练呢